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东京常会12名参赛队员 我们广东有8个队员入选 其中主力有5名 轮营篮球的运动员都是半路出家 健全篮球腿是身体的一部分 轮营篮球不是他身体一部分 在这个训练过程中 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自己内心的胜负欲还是挺强的 就总想自己要比别人练好一点 想办法留下来 自信是最重要的 因为人有了自信 你做什么 你就充满了动力 比如近期的奥运会结束 打美国队后面才反潮 很惊心动魄的感觉 一开始打还是有点怯场 紧张 教练叫我们调整好形态 就把他们当成男队那样子 打就调整过来 就打得比较顺利一点 力量速度上面 这个男队要在女队的优势之上 那么女孩子通过跟男队的对抗 提高了信心跟勇气 这个抗压能力啊 整个反应都提升得很快 我们女队现在是13名在军运动员 有五名是老运动员 有八名是新运动员 现在都在以老代新 像林税里 她呢很聪明 很有宽容 通过这么十年的锻炼 作为我们国家队的队长 以及广东队的队长 现在是我们广东省的 女子轮流篮球的助理教练 我当时就感觉他们一个个都好酷啊 然后心里面就想着跳完的 途中有想过要放弃 就感觉好苦 闹情绪说要走 队长就鼓励我叫我不要放弃 看作是姐姐吧 训练上的话她会更严格 跟她住的时候 然后发现她就是没有那么凶 就想要自己做到最好 给她们做榜样 最难的是拉体能 因为要你很累的时候 你还要一直推 一直推 一直推 这个过程很煎熬 你要是半途放弃了 你就没有进步 训练完 然后在生活上 我们会经常聊 他们也很积极会问我们 后面那些训练员刻苦去训练 就感觉 广东队有希望 从普通残疾人到运动员 还是不一样的 将来去到国家队 你得对得起中国那两个字 所以我们都是培养他们的大局观 所以我们都是培养他们的大局观 左佩熙很活泼 她的精力特别少 但她非常努力 学习东西也特别快 现在自己的目标就是向导队员他们的学习 尽自己的权力能够拿一个好名次吧 很喜欢她 如果自己体能还行 如果队里需要的话 我觉得我还可以打 毕竟这些年轻人还年轻 然后希望我们老队员把这个责任慢慢地给他们 能够守住寂寞 承担下心 或者出去来练 我就感觉到我们的队员特别伟大 我们是可以匹配将来 国旗在胸前去参赛的队伍 我们最新的就是参加了省运会 还有个市井赛 以及明年的韩州亚运会 积极投入到高强度的训练 发挥最好的表现 争取进入到这届的国家队 国陆队 加油 加油